由居士说以优婆色戒经的法义 无论在寺院或在家中 白血相按供佛物品 吃下钱都需要上香念记赎回 请问若没有这么做 或不懂念记是否属于盗取服务的行为 如何做才如法 关于戒律这件事情 在当前的社会已经很难了 为什么呢 从社会上来看 社会上的理 能理道德完全的俗获了 佛门里面所有的仪归也俗获了 大家现在心目当中只求一个什么 理 明还在其次 把理摆在第一 明摆在第二 真明助理 现在是这么一个社会 哪有戒律 那在这样的社会当中 祝佛菩萨 鬼神对我们也原谅 我们能做多少啊 就做多少 不必津津去支出 最简单的做法 就是你阿弥陀佛 所有仪归也通通都可以不必 你只要心里头真有福 口里面真有福 祝佛菩萨赞叹你 护发龙天 拥护你 一切鬼神尊敬你 你自度也度了他们 这是在心眼前社会 只有这个法门 念佛法门 最简单的是 弥陀金 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六字后面 我们就能解决问题 就能得读 如在德行上的修养 我们这些年来 特别提倡的 第四规 感应篇 十三月道 把这个做好了 你就是这个时代的 大圣 大邪 这个要么做好 往上提升 非常困难 你没有根 优婆色界经是菩萨界经 你必须有这三个根 然后才能够提升 没有这三个根 这个优婆色界经天天念 依照里面讲的修行也都是假的 我说你没根 我说你没根 金业三福是我们修净土的人 最高的指导原则 三条 你看他叫我孝阳父母 奉事四章 雌心不杀 修士善业 孝亲尊师 就是弟子规 雌心不杀 这讲因果教育 就是感应篇 后面修士善业 所以第一条 就是讲弟子规 感应篇 士善业 根 有这个根 才能够受持三规 居足中介 不凡为夷 那就提升了 再往上提升 这是菩萨了 发菩提心 深信英国 读诵大臣 劝尽心者 他有次第点 所以萨根的教育 比什么都重要